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捐赠的原意是指付出自己的所有物去分享与支持他人 那为什么捐赠这样的美意会被滥用呢 让我们一起来谈谈 这些年因为整理风潮而造成的垃圾乱象 这几年只要打开网络就会看到类似以下的这些标题 丢掉这个东西人生就会更美好 专家说这个东西要丢掉不然就会破财哦 十项你现在应该马上就要丢掉的东西 不要再留了 这些东西对你的人生没有帮助 等等大同小异 就是为了让你可以丢丢丢的说法 加上通然心动整理魔法 极简主义等资讯不断地推波助澜之下 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过量的物品被丢弃 另外也因为许多人觉得丢东西不如捐赠吧 所以就造成了捐赠过量 在2019年时因整理风潮引发的物品捐赠 造成了全澳洲的捐赠箱与二手商店一度禁止捐物 为了处理当年度的圣诞节过后 所收到的捐赠物品的清洁费用 就花了各单位将近三成的慈善基金 除了捐赠过量 还有无视捐赠单位的需求 形成了捐赠乐资的状况 许多公益团体收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以及那些破损不能使用的东西 被当作爱心物资送来 这些都需要花人力时间经费来处理 这就是所谓的捐赠滥用 只是丢东西并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反而会造成生态的浩劫 所以爱惜物品 整理物品 让自己的生活美好 让自己用不到的物品 变成别人也可以美好的支持 选择做一个将心比心的捐赠者 可以让爱心更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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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